不 三个冒了一个 最直升机 加他感觉比菲利普有用 怎么考核他们准备 没什么狠话 大家都打了这么多年了 场上切梭下来 你们有什么要回应的吗 还不一定是谁考核谁的 当我第一眼看到那个李奥强的时候 我觉得如果选这个国际位子的话 他这块应该是一个突破点 一个弱点 因为人家常年是人家三个外国人一起打 你可能忽然 你加了一个别人进来 你毕竟可能你配合方面可能会 会多少会有点问题 比赛开始 一上来看看 四关直接突 打一时间差 都还没盖了 来自李耀强的封盖 好球 球挑出来 吴岳卓抢到 加油 加油 鼓影响 还有了 左手没有命中 来自谷岳卓 这边 高队 给到内线 米兰 第二次 封盖 球上 国际赛道投球关 获得罚球机会 给身体确实上优势 看看中路的突破 这球 李耀强直接盖着 没有问题 盖得很干净 马上外线追进一球 对于三位专业打三人篮球的球员来说 他们非常明白 在三人篮球当中攻防转换的速度和节奏是怎样的 对于能力很帅 国际队打出一波小高潮 太强了 来自李耀强的迎面的封盖 好 再投一次 再盖一次 就没法打了 你不相信 我就盖一轮回 帽两个太快了 起跳速度超快 李耀强这两个大帽很长士气 这一下回来防守李耀强 造成了自己的一个犯规 李耀强身高200公分 体重90公斤 这个时候 这个身高的优势你知道吗 来 掌声我们给李耀强 他也是前三人篮球国家队的球员 前CBA浙江仇州队球员 一发没有命中 代表中国三人篮球国家队 参加U23世界杯 获得第五名的成绩 拿完 很可惜这两次的发球没有拿到李耀强 但是自己抢回来 补进这两分 而这边迅速再往内线米兰来打 再给到李耀强 盖帽还以颜色 还了一个帽 但是裁判名上就是犯规 有了 打手 李耀强站上罚球线 第一罚中 十三比七 而且CBA累积已经泛满 这一次 罚球非常稳定 李耀强 两罚都中 一个两倍的分值 李耀强单防 胡岳卓 这一下把球断下之后 自己决定来打个一对一 但是这个中距离投出了底线 李耀强进攻不太行 防守挺好 看看这下篮下的一对一 顶开 漂亮 这一次马勇非常强硬的回忆 在篮下我也可以做做文章 我觉得马勇可以 不 三个帽了已经 这次胡岳卓没有完全顶开李耀强 这直升机一样 加他感觉比菲利普有用 这边给到右侧 强突 又是李耀强 一个大帽 把对方的上篮拒之框外 真的 把他抢了吧 CBA 对啊 这世界很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